Ultra-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FRODO 百年欧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MAKOTO SPECIAL DESIGN STUDIO 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 Richview 元气健康枕 大家玩玩 跟大家分享 太家政这些有推荐的吗?没有 你就是找大厂牌的就好了 好 太家政策器 行车記錄器那有的没的 你就是找大厂牌 我们讲求是稳定度好不好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太家政策器它并不是要非常的准 不要试图买一台很准的太家政策器 这没有意义 你要买一台耐用的太家政策器 跟行车記錄器一样 你要买的是耐用 也不需要说什么超清楚 可以拍到前面 乘搭的那个迷迷群 连起来走出来 然后清楚到连一根阴毛掉到地上 你就拍得到 不用那么清楚 稳定度比较重要 那因为太家政策器它有四个轮胎 对不对 它会显示四足 那其实你没有必要完全准 比如说假设人家 你的数值完全不准 人家30你都50 可是没有关系 比较急 对不对 四个都不准 有一个特别低 那也是看得出来 对不对 讲求稳定度 大牌子不一定说要准确到什么地步 好不好 我常常讲 行车記錄器也是 你照得再清楚 真的等你出车货要看 没路很久了 还是已经早就当机了 已经坏掉了 你都不晓得 对不对 太家政策器也一样 你买了再怎么准 太家政策器 结果真的 没气的时候 它是故障的你也不晓得 一直都以为有气 对不对 都不会意义啊 久久才用它一次就坏掉了 好不好 行车记录器遇到最多 真的要用的时候发现 早就没在路了 所以我在那边宣导一次 车上有装行车记录器的 要记得定期的去检验 早天下班 那个 记忆卡抽下来 拿回家读看看 真的啦 我以前曾经试过拿下读 发现三个月前 就开始没在路了 胎外饰 胎压政策器 胎外饰也是我自己比较建议的 因为胎压外饰好维修 你看你如果装胎内的 坏掉啦 还是要换电池什么 你就要拆一次工钱 但胎外饰比较丑 外面会有一颗东西 要自己选 不错啊 那还蛮流行的 我是不会买啦 因为一个我没有在路营 第二个我是觉得 他的 照顾他的费用比较高一点 但是福斯的 从T3 T4 T5 我觉得 他有他 存在的一个意义 不是说这个车不好 就是你要买这个车 你可能 你可能要相对 花比较多保养的预算 但是他是还是不错的车子 以前我买过那个T4是直接 上面直接是先顶的 你现在要改 有没有 以前我有收过那个T4原装来就是 上面就是 有顶帐的 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宜蘭搜的 一个好像是一个牙医师的车 那时候我赚好多钱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流行 露营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这个车是很少 我跟你讲 他原厂就有顶帐 可以往上推的那个 福斯的 那个放到现在来 我跟妳讲 价钱还是非常高 我相信只有往上走 没有往下走 那时候傻傻的很菜 没有收过那个车 你知道吗 然后就问公司说 那个有业务包一台这个车 说在宜蘭叫我去估怎么样 然后那个老板就 你去买 你去买 然后想说 对那个车也没什么感觉 就觉得T4 你去 上面有床 冲阿晓 流浪汉用的 那时候也没有流行 露营什么 没有现在那么流行 那车是真的很少 那车看到就破破烂烂的 T4 也有年纪了 看起来就 凹凹凹凹凹 只是上面有一个 可以这样往上掀 那有什么 厉害的我搞不清楚 然后就随便喊一喊就买回来 那台车 后来我们同事帮我卖 赚不少钱 吓到 那个人买到多开心 你知道吗 松买腿 你知道吗 买到那台车 多开心 我也不知道他在爽什么 不懂啊 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 反正公司说多少钱 然后我就去买回来 结果赚好多钱 公司赚很多钱 分到我这边还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啦 其实依我们二手车啦 我在那边讲啦 很说二手车行的薪资计算方式 都是用 业务承攬的啦 定義 像直销一样啦 你们这些员工 都不是我请的 你知道意思吗 你是业务承攬 来帮我这 买车 有买去 我只给你抽 跟直销那样 你知道意思吗 我这样子我真的不用去负担 他们劳健保劳退 有的不的 你知道吗 我用承攬的就好了 我可以承攬 我真的不可以承攬 你抽越多 我也赚越多啊 我赚越多你就抽越多 我没给你负责啊 你也不用打卡啊 我跟你讲 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很爽啦 我常不知道常常在 放车的时候 我还在想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 鸡毛鸭血 我干嘛这样 我就 每个都业务承攬的就好了 真的很多啦 现在很多车厂也都用这样 反正就弄跟直销一样 我就老闆 我有200多台车 你们都是自己的老板 好不好 这个是阿呆汽车 泰山汽车 苦瓜汽车 芒果汽车 你们都自己的老板 你们自己去po 8891嘛 所以你们才会在8891看到 同一台车 一样颜色 差不多里程数 怎么会那么多 po那么多 对我来说 我请 二三十个业务承攬的 就等于什么 有二三十个人帮我把广告 一次撒出去 我老板就是乖乖的进货 在那边等分钱就好了 反正我分越多他分越多他赚越多我就赚越多 国税局来 我就这样 我没带员工 我就一个月买几台 我就给你税金 业务承攬 就是我有发 那个业务奖金给谁 不是啦我当初为什么不用业务承攬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们 做生意不是只有卖车这么简单 我希望说 我们的员工都做得长久 所以他卖一台车给你之后 他不要离职 他可以一直服务你一年两年三年你再找他他还在这边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他都还可以帮上忙 这个是对客人消费者的一个承诺 当然 我们还是有业务会离职服务人会离职但我们会交接 我们会交接给新的 服务人员 只是我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用一个承攬制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没有责任感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就自己的老板 再来一个第2个用承攬的有什么好处 用这种直销方式卖什么好处我随时都可以切割嘛 对不对如果 当中有一个跟人家玩家烧帚 烧台 假设嘛 没我的事啊 你看 我的这个 公司这个拿出来 他不是我的员工 有没有我没有请这个人 他也没有劳健保什么都没有他 这个人只是来跟我吊车卖而已 他有卖车我才给他钱 他那个是 等于是外包的 所以他跟人家买怎么样 没我的事 我觉得啦 我自己的感觉 怕没有责任感 我觉得一昧的 卖很多车 对我来讲 坦白说不是我的 最终的目的 我觉得能够延续我们的 品牌 精神 跟我们的 店的一个 商誉 我觉得才是一个重点 那卖车就是 远远流长就好了 没有想要一夜自负 大家能过日子 真的啦 看他们 如果过得开心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你看阿呆现在 他现在很爽 又有得住 又有车开 插一个马子 他只要专心的 找一个新的马子 对不对 他这辈子 差不多 走到镜头 对不对 也是很爽 我跟大家分享 你们常会看到说 那个新闻会讲说什么 二手车的那个 过户的数量 领牌的数量 几十万次 几百万次 有没有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那个是不准的 二手车的过户 是不准的 你想想看喔 我一台车跟客户收回来就过一次户了 对不对 然后 我再卖出去又过一次户 所以一台车进来再出去 已经先过两次了 然后再来一个是 像现在生意不好 有没有 我跟你讲 二手车很好玩 现在如果车行生意不好 都没有客人上门 请问一下这些车行怎么撑 很简单 卖同行 我现在收一台车回来 有没有 赚个2000 卖给这个同行 这个同行又过了一手 之后呢 他可能哪一个朋友又要 他又转给他 你知道赚个两三千就转了 生意不好嘛 然后下一个再赚个几千又转 这样一直转 一直转 你光这一些这个同业在那边转来转去 就不知道转几手了 所以二手车的那个过户的那个数字 是不准的 生意差的时候就是 同行在过同行 同行在转同行 然后二手车怎么知道生意不好 当有一些 很久没有联络的 同业 朋友 打来 在问你车子的时候 问你车子说 我有一台什么车你有没有兴趣 那时候我跟讲生意就是不好 为什么生意好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来找你嘛 生意不好 一台车 完了 我买了这台车 烫手三玉 还是说这个车我没兴趣 完了完了 要怎么办要怎么办 开始想一下 哪些同行对这个车有兴趣 这个小丝好像有兴趣 就打来了 平常半年一年没在联络 现在打来问车 说我有一台什么车你要不要 那个就是生意在不好了 生意好他自己就处理了啦 生意不好他手边的这些同行的线每个都说我现在生意不好我没要买 第二个又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车我没兴趣 第三个问三四个完了 平常在做生意这些同行都不要了 我只好来问不常做生意的那些同行 小丝 你知道吗 所以中古车生意不好的时候 同行打来电话变多了 客人打来电话变少了 这就很明显 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 我是已经 很冷清了 我今天要下来开直播看一群 妈的六七个 服务人员坐在办公室聊天 柯B带头 平常在忙他们有时间坐在那边聊天吗 连吃饭都不知道有没有空吃 你知道吗 我刚刚要下来直播几点 七点多 一群的已经坐在办公室聊天 六七个都坐在那边聊天 行李哪好 可能有时间有在那开港 吃便当就没时间好吃 我告诉你 求时现行无所不在 有公司假借真 白牌车司机 实际上却以高价卖二手车 在台北有一个民众去应征之后 被要求花39万买下已经跑22万多公里的旧车 直到发现不对劲想要解约 前后人花了10万元和解 投诉人还说 至少15人碰上类似的纠纷 对此 求证 遭指控业者 暂时没有回应 反正这就是卖车的其中一个方法之一啦 没跟大家分享过 这也是卖车其中一个手法 他可能 人借由比如说我们要征司机嘛 这个 这个的 新闻大概就是讲说 我要征司机 白牌车司机 我会帮你介绍 Case 有没有 等等的 那你先来跟我买车 你要有车 不然你怎么上司机 就像租车一样嘛 啊你要租车 对不对 你看租车 一个月多少钱 你不如自己买一台 有没有 你就贷款嘛 我就帮你贷款 然后你贷款之后 你就可以去 招车 我们就会帮Case 给你跑了 帮Case 不是帮Case 帮是帮电骨的帮 帮Case给你 好不好 我就帮给你啊 你就可以去载人家 做白牌计人车 那事实上呢 他就是多头赚嘛 你跟他靠很要钱啊 然后就他们 卖你一台 车子啊 可能照他说的价钱 因为他可以贷款 帮你抄贷 帮你什么样贷款 那你就可能觉得 不用拿钱出来 我直接去那边 他帮我放好 我就一台车 可以开始赚钱了 我只要每个月付车贷就好了 因为有些人就是走投无路嘛 身上也没钱了 你叫我拿头款出来 我也没有 对不对 你说可以贷款 好啊 买回 你想看看 你这车租回去有没有 一台车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谁在车 加入我们的赖群组 我们都有Case在里面 你知道吗 不用怕车没人家 谁买回去 你等下塞下去 你就听好做生理了 你知道吗 我跟他说 现在实际不好 先忘了 告诉我们 这行贷款买 早早的 探了钱 我们帮更好的车 你知道吗 不然你只要走那么厉害 你若没有资费款 没有资费款啊 但是 这还跑二十几万了呢 我的车 你放心 我们说赞的 这些车 都很好走 很好赛 你知道吗 我们说赞的 再回去就 然后开始探钱 你去北约 中国车 买你车 他探你的钱 你给我买车 我是保你探钱 你知道吗 发台车的概念 你知道吗 人买你的是 负资产 我是跟你当作朋友 我们说赞的 人买你负资产 我买你探钱的车 你知道吗 你如果走不Case 我来说 我也有实在那种 走汽车旅馆的 你知道吗 如果有人 比如说要探索 有的木栏 什么有的 没有的 你才访问 赞小姐的旗就好了 我们有Case 对吗 不用走不Case 我都保你探钱 不可能没人买的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以前有人买的 行事啦 没收借汤 没车汤 走 你也可以减 拉拉木 拉拉木 你知道吗 拉拉木 你知道吗 一台车回去 这么多负汤汤 我也有一些朋友 我也会给你介绍 机场嘛 你知道吗 我们最近有配合 我有一些朋友 都会介绍 一些客户 要去柬埔寨探钱的 如果有Case 我报给你 你也听好赞去基地 我对你有好吗 那等的 对你有好吗 你说嘛 我等的出来 高调 我是给你众讨的朋友 我买你这台车 我买你多少 要给你报Case 有群组类 对不对 欧小姐给你带 拉拉木 也可以 不是拉拉链 拉拉木 还有介绍人家 要柬埔寨授的 让你继续 这样有赞吗 我是怕 你继续不去 你贪钱 贪得不知道人 贪得没想到又贪 我跟你说 不用考虑 这些些些就好了 对不对 待会我叫我们阿伯给你 给你 对不对 可以啊 怎么不行 这以前就有了啦 这好久了 只是最近又 旧瓶装新酒 老歌新唱 反正卖车有很多不一样 我记得之前也有 有一种类似租车公司 我记得以前我们也分享过一个案例 租车公司的案例 他就说 来大阿吉 合伙你先买这台车 用你的名字做车贷 贷下来以后 我们这个车来租给别人 有没有 最后就变人头 变贷款的人头 以前也有 这样子的东西 反正就是 重点就是为了把那台车卖出去 就是用很多方法 舌头酸 舌头酸的没错 最近如果有在网路上问我 车子的 我相信我至少 有七成以上 我直接 我就说我没收 十个人问我 大概有七台我都会拒绝 说我现在 暂时没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现在这个车我没收 不好意思现在目前没收 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收 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收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在九月的时候 问我的价钱 说小四哥我在九月问一台车 你回我120万 现在我要卖了 不好意思现在 可能剩105 人家 贏起来 我 没有你九月二号 问我 你九月二号 卖我就是120 现在十月二十六号 你知道这一个半月可以 出多少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 也许 我觉得剩105 是我觉得 可能外面 有别人觉得更高 那也OK 因为这个大家没有 没想配 你觉得我雇的太低 你就会卖 比较高 这是一个 自由的 趁大家现在还有 自由的时候 所以你还可以去选择 有没有比较高的人卖给他 可能一个半月前 我的户头里面还有好几百万 现在 10月26号户头里面我剩 80万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 不是说 9月2号 跟10月26号 就差多少 差多少 市场不是我来控制的 我的荷包也不是我来控制的 我的存款就是变少了 我现在我就是 买不下去了 120我就是买不下去了 就很简单 但是我讲实在话 家伟哥 他那天发一个文 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他说 如果 什么新车公司 叫你买了要排队什么什么 那你就买别的牌子 我跟你讲 我也是 站在 认同的这个立场 我跟你讲 我一直在强调 二手车也一样 你觉得小事太贵 你就跟别人买 今天啦 我常常在讲 有缘 买了大家相似 没有缘分 不要强求 小事我昨天才问 你跟我今天就说卖掉了 就这台车跟你没缘 不要强求 还是那个 我家价 你叫那个人卖我 不要 没有缘分 不要强求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是站在这样的立场 所以那一天好像 我看到家伟哥就留一个言 就说现在新车吗 每一个在那边什么涨价 什么 没有 现在定要到明年四月了 要到明年几月了 有的没的 有没有 车那么多 你是怎么一定要买他 你知道意思吗 车那么多厂牌 那么多车款 你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个 没有他你就 挂了 你有没有曾经 遇过那个状况 对不对 你再等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这么多 你就偏偏要等他 等了他一年两年 有没有这么痴情的人 别的漆都不好用 都不败 只有这个会败 你要等他一年两年三年 你完蛋 那我只能讲你很棒 你很痴情 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是不一定要得到 但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那很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那么 必要性 看我这觉得 本来就是买方市场 什么时候变成卖方市场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自己在做生意 我站在消费者立场 跟你们沟通这件事情 你知道意思吗 我是站在消费者立场 我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也一样啊 我去订那个 台康 我就觉得 等很久 我倒不掉 那一台车500万 我有500万 我有500万 我好多车可以选 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他一年 14个月 他说最短14个月 我有500万 我可以买好多车 好多不同的车 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一台台康 我站在我的立场 我是这样想的 对不对 我会这样想 对不对 到时候你要去价就去价 对不对 你到工说 我现在去价 你就要去价 我是怎样 对不对 我500万 不要说一定要买车 不要说一定要买车 我买回来 对不对 跟我老婆在家里 我拿了500万现金 我们两个在那边互杂 也很爽啊 我为什么要去等 这么久 买一台车 对不对 好啦反正我刚刚是在讲啊 就是家伟哥讲的那个就是 我觉得 开每一款车有每一款车的优劣 可能是我比较对于车我比较花心一点 我会觉得说 好啦就像我昨天教MG 那我今天跟我老婆吃一饭我就开MG 我觉得换一个口味来试试看不一样的厂牌 或是不一样的 车子的特性跟他的底盘 他的感受度 我觉得也是 蛮不错的 所以你说要针对某一个牌子 然后我必须要等他7个月 等他半年 等他4个月 我不是这一派的啦 那当然我刚开玩笑 保时捷也许有他的一个 稀有度在 毕竟他的取代性不是那么高 以这种高端品牌的这个 保时捷的他的设计感 或是他的 品牌的定位跟形象 可能他的取代性没那么高 但是如果在一般百来万以内的这个环节 其实我觉得车的 通用取代性都很高啊 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得要去等 某一个车等多久 如果是我 我去问一问 谁有车 搞不好差不多钱 百出头1 我先随便举例 MG有没有车 没有 Ti Gwang有没有车 T-Roc有没有车 对不对 还是Skoda 那个Comic有没有车 什么有没有 我去问谁有车我就买哪一台 还是Q3有没有车 对不对 Q2有没有车 我就到处去问嘛 很简单啊 我都感觉差不多啊 百来万以内取代性超高 你就算给我开到个 Q2 我也很爽 而且奥迪 登剧场 对不对 真的啦我觉得那个取代性 跟那个很高啊 对不对 Ti也有车 我也OK啊 问问的Kids 有车 我也OK啊 问问的 CX3 有车 我也OK啊 HRV 什么要半年啊 算了 算了 买北京啊 对不对 SS4 有车好啊 买SS4啊 来看看 有没有 比如说啦 我一定说 我就一定要 哪一台台 哪一台车 我觉得还好吧 车这种东西又不是老婆 对不对 你如果像 我在选老婆就不一样了啦 我一选就一辈子 对不对 我当然好好选啊 是不是这样 车子可以换 所以车子不用想那么多 对不对 我讲了 差不多差不多的 就可以先买来开个一两年 两三年 三五年 就可以换了 重点是车回来 你要努力赚钱 对不对 车帮助你的生活 帮助你 闲暇之余 放松 为你生活带来便利 为你输压 就好好赚钱 赚多一点 赚钱速度越快 你就越早可以再换车 这样不是很棒 对不对 所以我也常跟大家讲 就是 有些人会说 小四我要买什么车 你都没有 我就真的没有 小四你都不卖mini 我只想跟你买 我真的就不卖mini 我如果真的 小钱 我对不起 你帮我 你要mini 你都会中的 你跟我说 我来找给你 你等会你等会 真的啦 我就不会 我就 那个车我就不卖 也有人 来说小四你帮我找一台纳智杰 什么型号 URX 我不好意思 小四哥我只敢跟你买 你帮我找一台 有很多车行也不错 你去找那个有卖的 你像2000 纳智杰他就OK 你可以去找2000 叫他给你找 真的啊 我人就是这样啊 有真的 纳智杰 我来给你找mini 我来找韩国车什么 什么什么涂上 好好好 你等会你等会我来找 我不会这样 何必咧 好啦大家晚安啊 拜拜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Makoto Special Design Studio 誠意を込めて 家作り Richview 元气健康枕 大家晚安 订阅